勉双 这裏选的餐厅并不是米之後 有酒肉,其实內 ain lan't made 它本身有漫贵卖米粟 同样而已 基本上й在素食方便会以素食为主 在台北,這些餐廳可以說只是一家小店 除了進入寫書最後兩個月 為了湊合寫書需要的餐廳數目之外 其實三分之二的食店 都像整枝頭五龍一樣 肚子咕嚕咕嚕響的時候 就看看附近的食店有沒有合適的 再不然就看看手機 查一下有沒有想吃的餐廳 然後就跑過去 逐一在生理需求和考福享受之間完成 酒肉沉味疏食旅人之台北萬吃散察機 說不上是台北的疏食指南 也不像之前兩本素食書 酒肉朋友和酒肉家人一樣 也不類似之前台灣出版文字料理書 酒肉滋味 我可以說它是一本郵寄或日誌 希望透過食物、人物和事物 用文字處連成故事 加上六個我創作出來的純素食譜 記下了我在台北這兩年來 口中不管吃回來的還是說出來的 那個活生生的台北 作詞文字幕中共院議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